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很多人增強積金 最大的原因就是 強積金本身由一些大財團 或者一些銀行去到運作 然後你發現到 為何我的強積金每個月這樣供 但為何是去到中期全部虧了錢 還要虧到沒有 你不要說退休 你現在問題就是 我現在差不多賭錢到鹹水海 現在我們三大支柱 儲蓄、縱緩加強積金 他也好像說 強積金雞稅那麼多 儲蓄一定沒有 人工那麼低 效率通脹 然後縱緩 又要資產審查 你多過18萬6千又不行 你的資產為18萬6千 所以我覺得是很良薄的 2200元對於周永生的中產交易來說 阿哥吃頓飯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當周永生是一個學者 你當是一個純粹是 良憤支持者給一些意見 這一個我又不得出擊 那周永生本身是學者 你不能說他不是學者 他一直做學問的功夫 但背後那件事是甚麼 理念是甚麼 我覺得頑固和自以為是 自我理念 就是覺得自己讀書的人大了 你有甚麼這麼厲害 是不是 我覺得 我看到很難以 這個世界沒有人所謂大不大了 這個世界 我想都是講道理 講證據 不管你一個有市井之徒 或者一個教授 但是張英生他沒有想另一件事 他的推論當然 他就是張建築的推論 如果2200元 如果沒有審查有多少錢 然後假以示 就會有多錢 那會比不起 為甚麼比不起 我們有多少錢 我們有很多的 我們有外匯儲備 雖然不能隨便拿出來用 我們有盈餘 我們的財政年度的收支 其實很健康 以前說依賴賣地 所以不穩定 那現在 今年第一次 以賴稅收多於賣地的收入 是不是 那你長遠來說 不行的 到底是 長遠來說 香港的經濟會收縮 不行的 因為你拿去夠錢 是派不到這樣 如果你派不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改革呢 你改革用保險的制度 用保險制度的時候 又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要最窮的人 最低的公司要提升 例如你現在說 不如每人拿收入的15% 去做一個全民退保 15%怎樣搞 你只有30元15% 就是拿4.5元去吃 就是不夠吃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周永生 你一直在說 術是沒有用的 學術是學術 術就是術士 不是大的學問 學問是甚麼 就是做人的道理 即是你怎樣處理這些東西 經濟學是經濟 經國制勢也 經濟學不是純粹說 進入出出的那些東西 你經濟學就是 最新的概念也是 是不是有這個 有這個標準力 有超級金錢 你要這樣去平衡 你要令到所有的 退休的人符合 這個聯合國經社民公約裏面的規定 這個就是 自行的 有標準力是甚麼 有標準力 你才可以付錢 才想到量度多少錢 所以周永生就說 我決定不提他 不會提他 吃不下飯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其實跟著立法會 開始運作時 都有很多關於最低控制 或者是傳聞退休的一些 討論甚至一些相關的一些 我覺得最可恥的就是這樣 提倡和諧 提倡不要爭論 那些被人騎著那隻馬 被人不斷鞭的那隻馬 當然是說痛 你被鞭下去 喂 阿哥跑快點 還在爭論做甚麼快點 是啊 你是老爸 老爸為甚麼要出聲呢 現在全部都是這樣的 加上30元就夠了 這樣就說 我們勞資官 官學又有學者 不加產 又加上學者 學者都有很多種的 長毛 官商的結果我們知道 學者又沒甚麼要骨 那你只剩下一個勞方 勞方又是工聯會 即是怎麽辦呢 阿哥 死啊 假的 是 哦 加上30元都可以接受 阿哥 他是不是病了 不叫他試試30元 只是他吃早餐 都不知加了2元 所以 長毛又不要太認真 一些學者 怎麽看這個世界 學者都是 人都會受制於權力的誘惑 就算你說梁愛思 他都說香港法官不聽話 那梁愛思本身 都有讀過法律 都有一些叫做有知識的人 他都可以這樣說 我相信學者的意見 都是以剩一走 但這個 可能要下回分解 即是下一節去分解 即是梁愛思的所謂言論自由論 即是我有言論自由論 不用說 你媽媽是女人 問題不是等於 哪個女人是你媽媽 師姐 是不是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在下一節節目裏面 大家都會留意到 究竟 10月了 議會都未開始煲著 滾著一些重要話題 有一些建制派人士 好像很心急 重重慶用出來 就說很多話 是不是暗示 23條 就快要出台 是否各樣 最少就是想 用人大釋法 為人大釋法 開了幾個 所謂 習以為常的途徑 因為這個基本法裏面 是Dictator寫不清楚 即是說 他寫了一個方法 就是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當香港的中審庭 處理一些跟中港關係有關的東西的時候 在中審判之前 不能夠搞清楚的事 可以提醒人大釋法 其他人就不是 他沒有寫的 誰提都可以 其實你跟我提都可以 這個才是漏洞 即是他說 如果在司法系統裏面 就是這樣提的 至於曾蔡英權 寫一個報告 叫國務院再去提 或者等以下知道 長毛寫一封信給國務院 說不行 繼續施政下去 不行 不行 我提請國務院 國務院提出這封信後 再叫人大就行了 特首也行 這個麻煩 這個真是 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我們下一節再詳細討論 因為製作人要求 我想剛才那節 我們最主要說到 透過講到最低工資 或者全民退休保障 都可以見到政府 不斷利用一些所謂諮詢架構 或者利用一些所謂學者 支持政府的意見 去合理化一些不公平 或者不合理的一些安復 或者待遇 令到有需要的朋友 有需要的老人家 得不到幫助 還要自己抱著這麼多盈餘 儲備 都在這裡 懶孤寒 所以其實令到很多市民都覺得 喂 究竟這個政府 或者這個梁振英 之前開了這麼多支票 是不是將來都是空投支票呢 大家這件事 就可以拭目以待 這一節時間 或者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